好了,接著是下一部 前幾季我們看到一部很適宜血的一拳超人 原作者溫老師也有第一部漫畫 這部是動畫化了,由骨頭石製造的 有幾個熱名,有些叫零能八分八,有些叫老人超能一百 我自己覺得老人超能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他至少是告訴你那個角色就是一個老人樣的人 你不記得零能八分八好像一般是少年漫畫的感覺嗎? 那他真的是少年漫畫來的 他真的是少年漫畫來的 我以為這個故事的重點就是這個世界就算你妖怪的那麼強勁 也是不夠欺詐的強勁 因為甚至深藩介紹我講的一套東西 與其看貿圖嘟嘟嘟嘟 我們看一套今季真是有超能力 又是講靈異事件的,就是這套了 其實這套東西,你問我 開不前我們是跟人聊過的 我覺得這套東西有看過《一拳超人》 你是覺得好看《一拳超人》 我反而覺得這一套東西是 《一拳超人》是將這一套東西做得不夠好的地方做好了 所以好看一點的,反而我覺得是 好了,其實故事就簡單 這位靈異界的新爺 都是希臘的欺詐師,靈幻新龍 他什麼都行,就是不會捉靈異事件 但問題是他做靈異生意,他是幫人捉鬼的 那他捉不懂捉,那怎麼辦呢 有超能力的徒弟 就是這個老人,就是映山茂夫 故事就唯一是兩師徒怎樣捉鬼 不是,應該是他的徒弟怎樣捉鬼的故事 是怎樣捉他捉鬼的故事 這個故事你可以想像就是小智和比卡超 過去吧,比卡超 那這裡就是新龍和路人說 路人你去啦,那就捉了,就搞定了 上啦,徒弟 搞定了,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但是他有的地方,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想這個地方似是 One Punch Man,一拳超能力 他每一件事都一拳搞定 有一個特色在那裡 那這裡路人的特色就是 他只要憤怒值,我想是憤怒值 我沒有理解成 100%,100的話 那他就要爆發了 就變成一個人那樣,就很殘 不要說是殘酷,但是比較懶酷一點 一個人會比較,就跟他以前那些 面無表情啊,沒有感情,有些不一樣的 因為我最覺得這件事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這部動畫叫做路人超人100 他去到第三集才告訴你 為什麼他叫做路人超人100 第三集哦 不是,他前面有報告的 你看到他到小時候 20%,40% 你不知道是什麼事的 他這個圓著漫畫也是這樣的 他有寫一個數字的問題 但你不知道什麼事 但標題是100,那除了100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期待在這裡 我想問漫畫是不是也是 過了幾集才開始說這件事的 你看到隔壁有個計數是12、13集追上去的 但你不知道是什麼事的 但我看了標題 標題是100,那是100%會發生什麼事呢? 至少會有期待才是 那動畫是否回到這個風格 其實原著也是要先看幾卷 就是那些劇情 然後去到第五、六卷 打光輝那裡 即是跟了原著的 我不得不承認打光輝那一段 因為有三集的鋪陳 那一刻的爆發 再加上他一直都說 茂夫他、路雲他 其實那些沒有感情 不融入社會的事情等等的事情 那一刻的爆發是挺震撼的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我不是連著看 我已經不想看下去了 怎麼說呢? 其實這套也是講的 但問題是如果我現在講了 這不是新範圓 我叫原番介紹 是不是? 你才有劇透嗎? 所以我不會劇透 但我問題是 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套 在原著漫畫 他有一個和其他作品不同的地方 其實顯示了溫老師 他所說的狂大 其實我看漫畫 可能會有什麼編 可能會輪著來做 即是方面的故事編劇 但溫老師跟他編的故事 是同時有幾條線在發生 但問題是他可能會講其他術 你一條線的故事 譬如學生會這件事 他是在做的 要是他不會先說 他報人物出來 報一個開始 但他不會先說 其他事件 做完之後 可能做完肌肉部的事 在學生會的時候 會這樣輪著來做 其實帶了故事會好看很多 的確是不同 一拳超人比較 例如短編式 一個英雄一個 一個短落的故事 有些多線展開 例如路人哥哥 但人家說得很清楚 他不會亂的才是 所以我覺得他很欣賞 溫編劇的路線 其實溫就是靈魂 新龍 你說新龍是怎樣的 他什麼都可以 就不會捉搖 溫老師是怎樣的 他攻勢很厲害 做什麼都可以 但畫畫就真是 他很努力畫的 我知人家畫 某程度上來說 在這部動畫 將他的畫風變了特色 比較起 One Punch Man 是美化了整件事 把他的特色融入了 這個骨頭真的厲害 他把原本溫老師畫風 完全重現了出來 但他又畫得很厲害 變成你覺得 不是畫得很噁心 是一個特色 有氣勢 打的時候 我原筆的話 我副奸的話 為什麼我有氣勢 我分的OK 你是吹他不像 所以這部是絕對值得看的 我覺得故事之後會好看 是可以的 但是我會說 頭三集是真的有些要講 講一下的地方 一來就是剛剛講的 角色的特質 Ritches 我覺得作為重點之一 很久都不講 有點辛苦 當你沒有了這個故事 還未可以展開 其實剩下來 可以看的部分 就是One很喜歡的角色 角色有些很奇怪的特性 下巴面 所以就用來搞笑 只剩下的那些 我又覺得有些不夠 我有看完作的 其實他的動畫已經算改得好 他將一些比較後來會發生的事 搬到前面 即是他都已經覺得 真的前面那些太悶了 他都已經開始改了一些東西給你 即是外傳故事 或者可能後期會提到 他重點做一次 我不講這些重點 如果我看完畫 你會知道他某些人的對白 是有重點的 那我不講 聽明就聽明 聽不明白的話 將來完回來再看第一集 發覺原來是這樣的 你會明白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懸暗 所以就叫做什麼 姑且期待一下 往下發展 沒錯 好 我們去下一部 好了 好